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是什么样的自己 如果可以为自己设计另一种人生 可以设计世界上另一个我 你会怎么思考 你会对他说什么 很多事真是想着慢 过得快 转眼之间就最后一次马上到来了 而且因为参加这个节目 咱们也非常有机缘地 可以坐着聊天 聊一些平常团好当中 大概谈不到的话题 再加上哥哥们的这种卖力的表现 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特别的不同 一个值得记忆的夏天 那么已经看了四场公演了 如果从这些哥哥们当中 选出一个来代表你想过的一个人生 不知道大家会选谁 我选陈小春 完了我跟你选一样 我是这样的 我从小看他的这个陆顶记 看这个谷慧仔长大的 然后不可避免 就会去找他的人生经历 比如说他13岁的时候去工地打工 对 然后85年进了TVB 跑龙套一直到96年 可能才会真的真正意义上混出头 你想体验这样的人生 对我其实挺想体验的 其实他那个表情我真的很喜欢 你学一个 你确定你学的是陈小春吗 小王我不知道 我其实就是那种 神似 神似 谢谢 就那种感觉就是 陈小春觉得有一些 带一种茫然的那种 成年人的茫然 是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字 就混 不是那混混的混 放哪都行 放哪都行 他就是百搭 陈小春他就是演了很多角色 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在他身上 都能看到自己的某一部分自我 我为什么觉得说 我也觉得想要过 跟陈小春有一种关联的 跟吴老师不一样 你想的都是过去他的角色 我觉得恰恰看他 就是五次公演带给我的感受 来看这个事 他在前面几次公演当中 他都是群体性的歌 大家都是兄弟 五个人一起上 但是到了第四场公演的时候 他自己一个人 独当一面唱了一首歌 突然你就震撼到说 他唱功也没丢 舞蹈的功力也没有丢 演绎的功力也没有丢 那么炸的一个表演 包括整个这一次的 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 好像大湾区哥哥特别耀眼 我就想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其实原来 在艺人班里面受到的训练 是蛮严格的 这个能力方面的训练 他们在学这些演绎的能力的时候 也学了很多在片场 如何为人处事的这些道理 或者说人生哲学 这些大湾区的哥哥 就是在为人上很低调 你要让我选 我可能会选张琪 酷帅 你也挺酷挺帅 我这还是闷着的 在我做的喜剧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叫魔症 其实就是一个癫狂 其实就是摇滚精神 摇滚精神就是魔症 您觉得 就是忘我投入 对 我觉得是 其实当我听到这个话题说 假如某位哥哥 是你人生中的另一个我 其实我脑海里 奔出了李晨炫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 跟他的人生 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他在过去 我们更多的知道 他是七威的丈夫 然后这个可爱女儿的爸爸 然后他在过去很多时候 是很享受他的家庭生活的 我觉得我早期的人生 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 我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 所以当有机会出来的时候 有舞台出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再去呈现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另外一个我的话 我会觉得 李晨炫的这种生命周期的经历 我自己是觉得很有共鸣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披荆斩棘的三十几位哥哥 他不断地呈现人生的多样性 每个人在这些哥哥身上 可能都会找到 类似人生的共鸣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节目除了音乐以外 从了这种演出以外 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 你说得特别好 刚才我们这个话题 其实也和我们 这次公演的主题有关 这次公演主题就叫做 世界上另一个我 那么回顾从出生到今天的 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 其实像这个话题 我觉得上导最有发言权了 因为您导演那么多的剧情 您要附身每一个角色 去设身处地 这个角色 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反映 什么表情 说什么话 所以您有没有想过您自己 想过表演或者导演 一个最大的妙处 可能就可以做另一个 做另一个人 或者演员活在角色当中 也恰恰是因为这样 会让你有想象力 你可以去重新建构自己 对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哎呀那件事如果我没有那么选择 可能今天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要那件事选对了 可能比现在更好 我们《武力八战》有这么一集 真的啊 我们在编剧写过这么一集 那集说的就是 假如我当年没有 就当补头了 没有做厨子 每个人都在假如 如果当初我学的不是武功 而是医术 没准我现在已经是 远近闻名的神医了 最后我们结尾说 哎呀没有这么多假设 人生就这一次 好好来过 好好地珍惜 而且走到哪一步 都是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收获的 其实对于这个第五场公演 它的主题 我们已经从自己的角度 解读很多了 但毕竟这是一个演唱会 世界上另一个我 如果一个舞台形式展现 又如何能够非常准确地 契合到这个主题上 这对我们的歌手们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挑战 这些人啊 其实很多都是成名很早的 但是呢 他们今天还要出来 一定不是说 我是不是担心别人 我忘记了 我露一下脸 而是他要呈现出另外一个 跟他以前 或者他以前想做 而没有做到的 另外一个自我 但是我觉得 我听到吴老师讲这个 我脑海里 立马就跳出来 那个赵文竹 他唱那个刘新宇 在第一场的时候 刘新宇是个特别浪漫的歌 他就唱出了一声 正气凛然 劝不要早恋 对 我就觉得 那个就特别有意思 还有意思 因为赵文竹其实在尝试 他以前不曾尝试的这个面 但他的确又是他自己 我觉得那种组合就让我看到了 就是这个舞台上这种各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磨还是那个磨 换另一个啃法 对 突破自己 那这场的比赛 应该还是一个比赛吧 它还蛮激烈的 因为是两个阵营了 就是李承轩阵营和张进阵营 然后他们只有三次机会 各派出一首歌来对阵 也就是会有六首歌 三个组 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 是要把这个六首歌 都给大家做一个想象或者是揣测 同时也在每一个对阵当中 选出一首我们认为 可能会胜出的 这可是最后一次 我们能够发表这样的揣测的机会了 我们争取说准 又要玩一次茅盒了 对吧 希望我们这次入场率也高一点 那我们就一首一首过一下 来看看第一首歌是张进阵营的 这首歌名字就特别有这种 结束一场这种演唱会的感觉 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如果可以设计世界上另一个我 你会对他说什么 严承旭 胡海泉 陈小春 高汉语 理想五位哥哥选择 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他们把《无所求》的人生态度 唱给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也试图传递给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希望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这个名字既是对台上这些演员的 也是对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吧 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满载而归 但怎么样情况下能够满载而归 说我要苹果就得苹果 我要桃子就得桃子吗 不是的 其实我们都是一开始带着 没有任何所求来到这个世界的 其实我觉得光看题目 就是我们总是能够想到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有时也会思考的问题 就是不要去那么功利的 反而你能够就是 吴老师你是研究哲学 就是有一个说法是康德的一个什么叫 无目的的核目的性 这是康德的著名理论 对吧 他是说世界上比如说一朵花 看上去是没有什么目的 它就是美 实际上你仔细看它花 它有好多的目的的 为什么它有香味 为什么它有颜色 为什么它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它已经从形状可以吸引昆虫了 一般的色彩暗戴 又比较小的花 它就特别香 它还是需要用嗅觉来吸引这些方向 看上去无目的 实际上有目的 原先我还跟他们湖南台 至少时间前做过一期节目 就那会谈喜剧 其中有一个话题就讨论到情绪加笑声的问题 就说你看后来人家观众就不干 人家不开心 人家就专门 旁边还有一个评论家那种年轻人说 你看你们现在弄的这些 好多戏 还一句话一个笑声 其实目的性很强 就说白了 生怕观众不笑吗 我把笑声给你加进 你笑不笑 但结果是适得其反 就你越要这个 你越有所求 然后你行动变形 你动作夸张 你行动变形 你目睛太强 做点点好事 生怕别人不知道 反而变成坏事 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让我想到自言而无用的灵魂 所以这个无用就叫无用为大用 对 就很多时候很多 你可能接受了很多的知识 他看上去并不是在短时间内马上有作用的 可是恰恰那些无用的东西才是有大用的 像陈小春 他其实在人生里面 他做过各种各样的职业 那他做这个职业的时候 并没有说他为他将来的演员事业去做什么准备 做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但是当他真的成为演员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过去那些复杂的生活基点 恰恰是他能成为好演员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 并没有所谓去往这个目标走 但是他其实是起这些作用的 像我们自己做学术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去做一些 看上去没那么有用的东西 但你有一天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打通 其实那些不带目的性的东西 常常在你的人生里面 是最有用的 是有用的 他甚至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想哥哥的理念 他一定是有这一块东西 是让他们觉得人生经历里 有一些那些不所求 才使得他们到达今天的高度 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 他们认可无所求必满在而归 这样一种背后的一个情绪 对 我觉得哥哥们其实在进行一个喊话 冲什么样的人喊话呢 就是好多人会认为动机和结果是一致的 但实际上大多数动机导致不了那个结果 动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对 有句话叫 有心灾花花不发 无意已差流流成荫 这意味着很多人最开始动机是 我要养花 到最后他实际上是个柳树园的园丁 有一句话叫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这句话刚开始听起来有点荒唐 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 难道不能要求有回报吗 但是你知道 那个前程并不是你能够一眼望到头的 你只能可能看到五百米 你的前程在望你之外 但是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 这个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 就是一种超出我们的 大规律 大的规律 大数据之上的一种智能 这个智能我们是不可能亏见它的 无所求不是无所作为 你还得努力 你在做事情 就在五公里之外看不见 但你这五米的事得做 然后慢慢积累过去 最后就是满债而归 就是说我们挣钱 我们把这个钱做一个大的意义 是成就吧 有的人一直在眼前的争钱 争这个钱 我得六毛你得四毛 是这个就争这个钱 还是说赚钱 就所谓赚钱 就是在你的本质上会有一个利息 还有一种叫来钱 就是实际上你过去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些事情你根本就没想到过 跟钱有什么关系 就像那个漂母给那个韩信一碗饭 后来韩信给他造了一栋大瓦房 这个是来钱 所以这种无所需求反而就回报 它无论是它的深度和广度 都比你一门心 是只盯着眼前 以及依据你狭窄的视野 所设定的那个目标 所得到的要多的多的多 如果我们年轻人能够认识到 无所求 这一条面 它也是有它的好处的 那我就觉得 这个大众共鸣就会有更多 对 好 我们一块期待 好 我们走下一首歌 这个是李承轩阵营的 男孩别哭 我觉得他们没少哭吧 在这个节目里 这些哥哥们没少哭 居然来了一首男孩别哭 咱们听听 第一期的时候 是他们自己写哭的这个次数 这是一个随时可能 大哭的神奇地方 我预计我会哭 N次 我会哭 我预计我会哭N次 我觉得在整个的表演 或者整个的披荆斩棘的哥哥里 其实是他们对自己认知的更新 就他们会自己 在进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他们自己会觉得 自己是不会哭的 可是实际上在真实发生的时候 你在披荆斩棘的过程中 你常常是颠覆了 对自己的想法 他们哭的次数 远远超过他们填写的 他们练习的时间 也远远超过他们自己填写的 一般认为正确的答案就是哭淋词 男儿有泪不轻弹 不谈不是不轻弹 有的当然会说我会哭无数次 我不知道 这倒是比较老 诚实 最后也不会打脸 但那些说哭淋词的哥哥 全哭了 也都哭了 也不止哭一次 你看这就说到比较深层问题 刚才我说你讲的 我长期以来对男性角色的要求 就是你不能哭 不能软弱 你的社会形象 你的社会责任 你的生活的认为 男孩凭什么不能哭 本能他痛苦了 跟女孩是一样的 他又哭的本能 可是社会觉得有几成熟 男人以后 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你哭就乱了阵了 当时刘德华 那个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最为什么火了 为什么流行 不就是说翻转了一下 然后大家就觉得 男人也应该理解 他哭出来他才宣泄 他才少有压力 然后他才去打拼 所以这个男孩别哭 在现在年轻观众当中 会是一种被他们接受的一种倡导 还是说凭什么不能哭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共鸣 因为这首歌是2005年的时候 也就十几年前了 然后到男孩不哭 现在我们重新又说 其实男孩别哭 也有他的价值所在 所以那个就像一个价值观的来来回回 每个人在里面 哥哥们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 情绪表达的位置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 这个歌曲在创作意图上 哥哥们想要呈现的点 所以其实我们特别希望 观众朋友们 你在今天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你觉得男孩哭好还是不哭好 你赞成什么 可以打在弹幕上 其实我们重新看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 知道观众朋友们 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 也很有启发的 对 好那就是这两首歌 我们大概都想了想 分析了分析 现在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说预测在现场 哪首歌更能够引起 观众的共鸣和喜欢 我肯定还是按照第一首歌的题目的这个寓意 去把把我这一票投给他 我也觉得有可能观众 年轻的观众 本身这个主张就跟他们 有某种按 按在的那种契合 同时这种表现形式 他们可能也会喜欢 所以我也认为 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是大家会更喜欢 我也是 你也是 好 那就他了 对 就他了 一致同意 就第一首 一致同意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趴 第二趴第一首是张晋阵营的 给电影人的情书 因为张晋是个演员 所以选了这首歌 我们看看 如果可以设计世界上另一个我 你会对他说什么 张智霖 尹正 张晋 三位哥哥选择 给电影人的情书 他们把这首歌唱给所有电影人 也唱给每一个 为梦想不断努力的自己 哥哥们用电影描绘不同的人生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我觉得这首歌 他也关照到 就是这次参加 披荆斩棘哥哥当中的 那些非歌手类的演员 我觉得这个舞台 虽然是一个多重的 艺术能力的展现 但毕竟还是歌声是主要的 那对于像张晋 赵文卓这些本身不是有唱方面的优势 而是演艺武打的优势 他如何建立自信的这个舞台上 融进一个音乐为主要表演形式的 这种舞台当中去 其实他们付出的挺多的 你看一开始张晋就是打为主 赵文卓唱的时候也是很谨慎地 在认真的练习在唱 每个人都在突破自己 这个叫寻找另一个你 对包括张晋林也不是舞台唱歌 那么来着 他是电视剧演得更好一些 所以这首歌可能也特殊给那些 非歌手类的参加哥哥们的 这个哥哥们一个致敬 或者是一种感谢 其实就是跟这一次节目的 这个主题相关 其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个 李云迪有一场演出 他放下钢琴开始唱Rap 唱Rap的时候啊 挺令人感动的其实 这个歌好像让我想起以前 前几场不知道哪一场里头 那个有一首歌叫悟空 为什么孙悟空那么厉害 就是因为你只有悟空了 你的力量才会大 所以他刚开始在唱风光的东西 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始说 是在各种的无赖啊 各种你不断地挣扎 然后仍然不是被误解啊 被各种的曲解等等 那个状态是以身外失身 看梦中梦 也许这个东西都是空的 但是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反而你强大了 这就是你的一部分 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众生皆苦 不管是 陈小春 他去当噱头工 他去搬砖 跟他当大明星 这都是生活的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都包含着苦 每时每刻都包含着苦 你不要以为就是干苦力就是苦 当超级明星 其实这里头也是苦啊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边 是在跟自己的亲人朋友 在讲自己心中的苦 他并不是在跟大众 或者他的观众粉丝 在诉他的苦 甚至是在跟自己在讲 在跟自己讲 所以他给店人的情书 其实我觉得他背后有一种 舞台电影和人生之间 打通的感觉 就很多的人生经历 你的初心 你为什么喜欢表演 最后你在舞台上的呈现 跟你的生活经历 可能都是有关联性的 这些电影 重新用一个反向的操作 其实是回顾 重新自己 把背后的这些 我的心路历程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 他们的创作意图 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情感性的 一个表达 希望大家去了解 他们在舞台上呈现的 这种喜怒哀乐 希望大家去了解 他们的生活里的自己 和舞台上自己 对 所以我就说 看现场唱得怎么样 这首歌 想表达的主题 会得到大众的共鸣吗 会 前提是唱得好 是事实话 是这样的 好 来 我们再来看看 李承轩阵营的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是唱的什么 如果可以设计 世界上另一个我 你会对她说什么 李承轩 李云迪 梁汉文 林晓峰 四位哥哥选择 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他们深情演唱出 一个女生人生中 关于爱的遭遇与感触 试图让不同年龄的人 听出不一样的人生体悟 这个歌应该挺讨喜的吧 一些哥哥们在唱女孩的那种 但是女孩也够倒霉的 哪个阶段她都挺不幸的 不是心碎 就是唱到最后是这个 身边的男人已经入睡 她还在听她的演唱会 这个有故事 我这首歌听过张学友 在现场的演唱会里 唱这首歌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她唱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全场 就是跟着她一起唱 然后我真的看到身边 很多人在流泪 就是这首歌 它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的哥哥们的创作 它其实就把我身边 那些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他们各自在流泪 呈现出来 25岁的 33岁的 到40岁 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年龄段 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 其实还蛮讨巧的 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相信 现场会有 很大的一个情绪的 共鸣性在里面的 我是觉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是爱情或者情感这件事 在我的生活中 占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在年轻时候会觉得 好像谈恋爱大于一切 然后随着现在更忙起来 我发现 当你特别寄托于感情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忙 如果我自己特别忙 你这么有情怀 如果我 你一定很闲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特别忙 那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 求关注的人 真的就不是我 而是对方 所以我们在 越谈恋爱 越让自己的生活充实 工作忙起来 你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还有一个也是预期的 对于爱情的预期 你可以觉得 你的所有人生的一切 都是浓缩在这个爱情里 就像你进了一个房间 比较暗的房间 你时间久了以后 你就层次 看得越来越多了 就越来越清晰了 钱中书甚至说 最高 其实理想的境界 就是不讨厌 就彼此不讨厌 其实要做到彼此不讨厌 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这个跟那种 所谓的浪漫的爱情相比 现实生活中的关系 是更难于处理和维持的 他只是讲的还是情感本身 那现实的这种复杂度 或者那种颗粒的细腻度 才是真正在考验 我们人的一个生活本身 没错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 让人心疼的角色 就是这个小女生 四个年龄段 年第一次是啥 那个男孩最初爱她 是能给她撤一拍 但是一封信就给她怼了 第二次呢 是背着她 背着她就能送回 又把她给甩了 第三次是 年轻的女孩 让她来让一让 最后这个四十岁 没人搭理她吧 是吧 是个悲情的爱情歌曲 但这个不同的年龄段 对于感情的态度 其实还真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感情特别美 就真的 她就是全情投入的 不计后果的 其实人成熟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要不计后果的 做什么事情 是越来越难的 她一次一次的受伤以后 她才慢慢筑起了堡垒 那我觉得她在四十岁以后 再去流泪的时候 其实身边那个男人 虽然早已入睡 渐渐入睡 她不是个悲剧 其实已经是有个 稳定的堡垒 只是你会想起 年轻的时候 那些曾经脆弱 但又很渲染自己 你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 而且我觉得 歌词里的这个和解 也挺好了 你会发现 所谓跟遗憾和解 常常不是去弥补 而是就让它存在 因为正是有这些遗憾 你才能够去 看到今天生活里面 即使看到那个身边的男人 渐渐睡着了 听演唱会 你依然会觉得很庆幸 我还能拥有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 其实在现场 这个效果应该 还是会特别好 对 同一首歌 同一个人 其实是同一队人 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 然后不同的阶段 其实不是在听同一首歌 借这首歌来 体验不同阶段的 那种人生感受 年长的是回忆和反思 年幼的是憧憬和向往 再加上一点提醒 对啊 所以大家都很广谱的 他的那个受众 是吧 是 我觉得这个 我们都可以断定 这歌一定会出来 你看小萌 还有小沈老师 他们作为女生啊 他们天生就喜欢这个歌 而且这个歌是有 像史诗一样的小鼓 是个小的史诗性的歌 一个人的史诗嘛 期待这个 倒是给小萌 跟小沈老师准备好 那个擦泪的纸 我们女孩不哭 所以这些哥哥们在唱这歌的时候 肯定是那种疼惜啊 然后希望他更好啊 那样的一种情感啊 对 太讨巧了 我觉得 是 你不管多大都是老宝贝是吧 就是这种感觉 都是我的宝贝啊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选了吧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选了吧 我们揣测观众对哪个呼声高的话 那肯定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了吧 我毫不犹豫地选那个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对吧 是吗 也是 这个有故事 那个是情绪 这就是要是全体通过吗 全体有 所以歌如果选得好 确实是比较容易讨巧啊 那我们就第二轮就是这个了 好 第三轮 张静正演唱的是See You Again 我们看一下 如果可以设计世界上另一个我 你会对他说什么 林志炫 热狗 周炎 陈辉 白举刚 五位哥哥选择See You Again 他们把这首歌唱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 结实的好兄弟 经历五次公演 到了最终离别的时候 每位哥哥对舞台的留恋 都藏在歌里 这个See You Again 也是一个告别的意思了 在第五次公演的时候 选择这首歌 跟这个舞台啊 跟这个观众啊 都做一个了断 带着很多的意味 就是很用心选的一首歌 大家就恋恋不舍 那种感情全都被调动起来了 嗯 就像蓝忘金销似的 对 英语版南忘金销 五个李古义 这首歌就是一个写的特别通俗的天才之作 举重若轻 全世界的年轻人喜欢它 不是没有礼物的 对 他们是唱成中文了给 他加了一段rap 怀念故人友情啊 而且借助于一个特别风靡的电影 他占据了所有让大众流行的优势 再见不是离别更像是道贺 兄弟我永远挺你 就像卓哥一路把我罩着 好具体啊 我觉得像我们最早我对披荆斩集的哥哥 觉得特别感兴趣我这个年代 我就觉得古惑仔的光辉 所以那种所形成的兄弟情 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 他一慢慢扩展到了大湾区 然后现在扩展到了整个舞台 专业的这些人士 一直被关注 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里 大家常常会觉得 友谊和爱情是两回事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 友谊和爱情在深度和广度上 是不相上下的 没错 它没有本质区别 你会发现以前 张飞和关羽的兄弟情 也是生死相依的 好的爱情也是 梁三伯祝银也是 它在深度跟厚度上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这一次 哥哥们 以这样见你 again 作为一个结束 我觉得特别有寓意 而且特别能把披荆斩 及哥哥们的这个特色 呈现出来这种友情 表达的淋漓尽致 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 还是我自己觉得 特别有意思的 以前我们觉得好像 在各类情感里面 友情似乎是排在 亲情爱情后面的 亲情爱情友情 在所有的感情当中 友情应该是一个 它不显眼 但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的五个手指里头 这个大拇指是一样 是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叫友情 就是不自私 不谋求自身的对错 不自身的荣耀和利益 不嫉妒 所有这些东西 往往在我们通常的 这种情爱里头 也是很难做到的 对 我是觉得看着这个综艺节目 我是觉得 它有久违的那个单纯 舞台是丰富的 还有它应该有的那个样子 就是哥们男人之间的 这就是能够让他们感动吧 对 我觉得能让他们 对这段经历练练不舍 有一个原因就是 在这种节目之外 这么十几二三十个人 凑在一起朝夕相处 把自己真实的一面 把自己老婆的私房话 把自己的八卦 都袒露在兄弟面前的机会 其实很少了 把这种很多 以前都淡忘的情感 重新唤起 当然对他们来讲 是人生当中 都不可磨灭的一个经历 实际上我们对一段经历练不舍 常常会有些共性的特征 比如说叫流过汗 流过泪 流过血 比如说我们去回忆我们的大学时代 你会发现军训的时候 常常是我们感情最深刻的时候 你平时其实也是住在一起的 可是你军训的时候 那些友谊就特殊很特殊 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 其实是流血的 你这个时候是流汗的 所以人类的情感 跟身体的感受之间 它是紧密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哥哥们 在这个过程中间 有的时候友情 为什么让人感动 常常是因为 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 我们达成了共识 所以我觉得哥哥们 对这段经历的恋恋不舍 其实是因为他投入了 不仅仅是给了他这个舞台 不仅仅是那个荣耀 而是他真正的投入了 他投入了 才会流血流泪流汗 然后他就会 对于这个阶段 所留恋 留下的关系 他是特别留恋 其实也是留恋 在那个时候单纯的自己 愿意去做这样的付出 战场上是最容易 产生兄弟情 所以兄弟年是很容易出现的 他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很多描写战争的小说电影里头 我们都能看到 一方面是你跟你朝夕相处的 以命换命的 这种用先贤来见证的这种友情 还有一种特别隐秘的 就是你跟对手之间的感情 如果对手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对手 这跟你是旗鼓相当 往往我们在好多小说电影里头都能看到 他对对手有一种迷恋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哥哥们当中 也有这种感受 就是可能一开始自己带着自己的目的来的 一旦结成了阵营之后 只要这样阵营不下沉 其他都不重要了 这是他们后来就 男人很容易被激发的这种血腥就激发起来 所以就是这首歌会把他们这种情感在线 然后也跟观众进行了一个就是告别那种互动 也是天然会获得很多什么火力值的一首歌 第六首歌已经来了 如果还有明天 对 如果可以设计世界上另一个我 你会对他说什么 黄冠中 李朱贤 赵文卓 欧阳靖 张奇舞为哥哥选择 如果还有明天 他们融入《将军令》和《男儿当自强》的歌词 把这首歌唱给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试图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热血沸腾 他把这首歌的《将军令》和《男儿当自强》的歌词加进去了 强化他的阳刚之气 整个这一期节目的结束的话 他要把他的这个价值取向讲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在干嘛 披荆斩棘难道还不是男人当自强吗 要不怎么披荆斩棘啊 现在当下就是要这东西 就是一个回归在什么 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之后 你要弄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 哥哥是什么样 就是男儿 对 就是现在这种所谓的娱乐节目 越来越把这个社会价值成为自己 要必须要顾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他要倡导的就是我们现在 需要更加要强的更加独立的 更有阳刚气概的男孩子的这个形象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呼吁 对 所以他是作为一首提纲气领的一首歌 不过还有明天一直我们呼吁第二季 对吧 如果上一首他是针对这个舞台上的这些哥哥们 这个好像是有点针对所有的观众 不仅仅是大陆的观众 还想炎黄紫生什么 这些歌里头 只要你一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 好像就是热血飞 全球华人的都会唱的歌 我认为他就是在制造一个高潮和点题 嗯 我觉得《将军令》也好 男二当子江 把如果还有明天揉在一起 就是在宣示一个主题 没错 因为他这首歌的创作意图 是炫给全世界所有的炎黄子孙 对 所以他加入《将军令》 加入古琴 吉他等等 其实就呈现了我们中国炎黄的这种文化 以及跟整个世界其他的融合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希望有一种大的格局 对 既是民主的又是全球的 对 而且你看他最后两首歌的设定 也是一个禁忌 它实际上是一首西方的歌 风靡全球的 嗯 是悦耳电 然后一个如果还有明天 所以这个设定也是这样的 也表明了它是要 既要展现我们自己的中华之魂 配机上又用了古琴和这个吉他的融合 它既有民族性 它也有世界融合 所以很glocal的啊 就是global加glocal的这个两个 你都能看出来 这么听的啊 glocal啊 有现在一个新词叫glocal 哦 哦 哦 这是啥意思 就全球加本本土啊 英文的glocal global加glocal 哦 之前四场公演的经验是 凡是加上这种国风的 都特别的讨喜 嗯 结合都很好看 观众也都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 今天的经验 把这个融合在一起 把所有的这种精华的东西 都放到最后 这种对决已经到了最白热化 对了 对了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统一意见了 我觉得有点旗鼓相当吧 一个是一一惜别啊 一个是振臂一挥 我会猜see you again 因为我觉得see you again 它那个曲调这个第一个是比较打动 而且符合在这个武功的时候 这种这个西别的这种感受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应景的 你能不能千万告诉我 你整个这集台下 你猜对了几个 好像还 我还 还可以的 没失手 你要是没失手 那我就 这回我就随了你 我投这个如果还有明天 嗯 我这回随了吴老师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 可能更喜欢see you again 如果是做预测的话 我会看好如果还有明天 那你选择做个人还是做预测 我 总要选 ok我做预测 我做预测 如果还有明天 将会获得更多的获利值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吗 三个人觉得是 如果还有明天 两个人觉得是see you again 我们留个悬念吧 嗯 好 这一晃就三个月时间过完了 我们每两个星期约会一次 哈哈哈哈 付两个星期的约 然后回忆起每一场公演的主题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独具匠心 一上来当太空留言板出现的时候 我们几个人都还觉得蒙的呢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演唱会怎么会有一个大的主题 怎么通过歌曲的演绎 能在一个主题下去展开 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 等接下来第25小时 等我找到你三万天 到接下来马上的世界上另一个我 越来我们越知道说 他们真的可以做到 把这样的一些很新鲜的 又很符合当下人们心里的这些主题 把它呈现在一个非常绚烂的舞台上 嗯 其实披荆斩吉的哥哥 他在整个的选题上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不仅仅只是一种演唱会 他其实是希望去探讨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人生话题的 希望把人生 把社会这些事业 重新带回到舞台上 我觉得这种尝试 无论觉得成功还是刻意 我都觉得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因为我觉得一档娱乐节目 它就背后应该 承载这样的社会责任 带着我们更多元的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每一场都有它很美的地方 很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这个节目 我觉得它真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凡是能够在一片当中 把个体滴露出来的节目 就一定是好的节目 没错 我因为是比较早的 就是参与到这个节目里的 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 有三大担心 第一大是哥哥的油腻 所以怎么去油腻 这是当时节目组 我们做很多讨论的 第二个是哥哥们 已经都是成名的 你突然把它放到一个地方来 能不能呈现这种竞争性 第三个担心是说 因为哥哥们 其实各个不同的专业 各自在自己的领域 都是成名的 那你把这些强者要联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团队去整体呈现 这个其实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看完整个的公演 我觉得这个节目 还是非常好的解决了 这三个的问题 最后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 那真的是炸裂式的 这种一个效果 其实我觉得所有人 不管人生在哪个状态 其实都应该具有这种 披荆斩棘的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参与的哥哥们有 其实做整个节目组的 这些编导们 他其实也是在披荆斩棘 而我们其实来做这样的节目 对我来讲 其实也是有难度的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讨论过这种 娱乐类的节目 所以我觉得其实给了我们很多 参与这种创新 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一种动力 我自己是觉得有的是还蛮感动的 唯披荆斩棘 才能焕然一新 人生也是这样的 是 明天就是第五场公演了 我们真得好好享受其中了 对 不管他们的竞争是什么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视听的盛宴 对 看看我们猜的对不对吧 对 又猜了 希望哥哥们加油 希望哥哥们加油 怎么办 一下 理性als 美人 你做的 也有成功 It's my time now My now It's my time now